我们的一切进步都在追求速度 现在,速度有了新的词 速度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追求速度 从突破肉体的极限 到冲破空气的阻力 再到穿越星际 从首脑并用的古老运算 到塞满屋子的巨型计算机 再到每秒千一词 便能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从指挥发送点号的模式电脑 到能够单线联系的通讯电话 则到今天,一触即打的智能手机 我们的一切进步都在追求速度 现在,速度有了新的词 我们为了1加9RT的屏幕游戏体验 专程去拜访了两支职业电机船游战队 认真研究了职业选手的操作习惯 注意到他们对屏幕触控的响应速度 非常敏感 20到30毫秒左右的提升 就能在开进、压枪、瞄准等操作时 带来特别明显的提升与帮助 而对手机而言 更快的响应速度 就意味着需要更高的屏幕触控采样率 对于屏幕 1加1一直以来都是认真的 在300Hz、480Hz开始在智能手机上得以普及后 我们选择直接挑战 600Hz超粒名触控 要在1加9RT上实现600Hz超粒名触控 绝非易事 在做了大量的调试工作后 1加9RT上的600Hz超粒名触控 电池功耗增量只有30毫安 这对于耗电和温度来说 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专业测试对比 一般手机的平均点击延迟是83毫秒 平均滑动延迟是55毫秒 而在1加9RT上 在600Hz超粒名触控的环境下 最低点击延迟做到了36毫秒 最低滑动延迟也只有29毫秒 从实际游戏场景表现来看 用1加9RT玩游戏 开进响应速度更坏 滑动锁定敌人也更加平滑 可以说600Hz超粒名触控 不仅在今年处于领先地位 在未来几年 也依然不会落后 这就是我们在1加9RT上 对速度极致追求的表现 这基本上是今年 所有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骁龙888带来强大性能的同时 同样有着很大的功耗 对散热有着更加严苛的要求 在1加9RT的开发之初 我们就将散热 作为最重要的设计考量因素之一 首先为了尽可能减少热量堆叠 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机内部结构 和散热路线 让热量均匀地分散在背板和边框 也加速了热量的散出 其次我们也在散热材料的选取上 做了多重考虑 1加9RT采用五维散热结构 其中VC是目前扫热率最高的散热材料 1加9RT的VC面积比1加9增加了59% 我们用它完全覆盖手机最主要的热源 铜碳是我们另一个特别重视的材料 兼具散热和抗干扰的作用 在空间散热系统的帮助下 1加9RT的散热效率相对比1加9 提升了20% 达到了我们1加手机有史以来的新高度 现在回过头看 我们从最初的888散热股间小组成立 到大半年的测试验证 我们在散热和轻薄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这也是我们在1加9RT上对速度极致追求的表现 信号对智能手机至关重要 我们注意到用户在打游戏时 因为双手遮挡手机上的天线区域而出现延迟增高的情况时 体验是非常糟糕的 因此我们决定设计一套更领先的天线方案 能够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中 都能有效保证网速和实际用户体验 我们为1加9RT额外设计了一条电竞天线 与原来的两条WiFi天线 共同组成了电竞三WiFi天线系统 这样就大幅提升到WiFi网络连接速度和网络的稳定性 但事实这个研发过程非常艰难 第一 三WiFi对我们来说是从零开始的看守 第二 这根天线能否满足我们 无论怎么握时 都不会出现遮挡天线的情况 第三 在实现预期效果的同时 如何平衡内部空间设计 为此我们成立了专项小组 27名来自不同部门的工程师 从今年3月开始就投入了这个项目 最终经历了无数次的讨论成购 推翻测试成功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实际表现上看 一加9RT打游戏的平均延时 比同类产品降低了38% 这就意味着我们使用一加9RT打游戏时 更顺滑 体验更优秀 而这也就是我们在一加9RT上 对速度极致追求的表现 速度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追求速度 从突破肉体的极限 到冲破空气的阻力 再到穿越星际 从首脑并用的古老运算 到塞满屋子的巨型计算机 再到每秒签一次 便能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从指挥发送点号的模式电脑 到能够单线联系的通讯电话 再到今天 一触即打的智能手机 我们的一切进步都在追求速度 现在 速度 有了新的资 我们为了一加9RT的屏幕游戏体验 专程去拜访了两支职业电机手游战队 认真研究了职业选手的操作习惯 注意到他们对屏幕触控的响应速度非常敏感 20到30毫秒左右的提升 就能在开镜 压枪 瞄准等操作时 带来特别明显的提升与帮助 而对手机而言 更快的响应速度 就意味着需要更高的屏幕触控采样率 对于屏幕 一加一直以来都是认真的 在300Hz 480Hz开始在智能手机上得以普及后 我们选择直接挑战 600Hz超粒敏触控 要在一加9RT上实现600Hz超粒敏触控绝非易事 在做了大量的调试工作后 一加9RT上的600Hz超粒敏触控电池功耗增量只有30毫安 这对于耗电和温度来说 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专业测试对比 一般手机的平均点击延迟是83毫秒 平均滑动延迟是55毫秒 而在一加9RT上 在Z500Hz超粒敏触控的环境下 最低点击延迟做到了36毫秒 最低滑动延迟也只有29毫秒 从实际游戏场景表现来看 用一加9RT玩游戏 开进响应速度更坏 滑动锁定敌人也更加平滑 可以说600Hz超粒敏触控 不仅在今年处于领先地位 但未来几年也依然不会落后 这就是我们在一加9RT上 对速度极致追求的表现 这基本上是今年所有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消龙888带来强大性能的同时 同样有着很大的功耗 对散热有着更加严苛的要求 在一加9RT的开发之初 我们就将散热作为最重要的设计考量因素之一 首先为了尽可能减少热量堆叠 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机内部结构和散热路线 让热量均匀地分散在背板和边框 也加速了热量的散出 其次我们也在散热材料的选取上 做了多重考虑 一加9RT采用五维散热结构 其中VC是目前扫热率最高的散热材料 一加9RT的VC面积比一加9增加了59% 我们用它完全覆盖手机最主要的热源 铜碳是我们另一个特别重视的材料 兼具散热和看不干扰的作用 在空间散热系统的帮助下 一加9RT的散热效率相对比一加9 提升了20% 达到了我们一加手机有史以来的新高度 现在回过头看 我们从最初的888散热空间小组成立 到大半年的测试验证 我们在散热和轻薄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这也是我们在一加9RT上 对速度极致追求的表现 信号对智能手机至关重要 我们注意到用户在打游戏时 因为双手遮挡手机上的天线区域 而出现延迟增高的情况时 体验是非常糟糕的 因此我们决定设计一套更领先的天线方案 能够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中 都能有效保证网速和实际用户体验 我们为一加9RT额外设计了一条电竞天线 与原来的两条WiFi天线 共同组成了电竞三WiFi天线系统 这样就大幅提升了WiFi网络连接速度 和网络的稳定性 但事实这个研发过程非常艰难 第一 三WiFi对我们来说是从零开始的探索 第二 这根天线能否挽足我们 无论怎么握持都不会出现遮挡天线的情况 第三 在实现预期效果的同时 如何平衡内部空间设计 为此我们成立了专项小组 27名来自不同部门的工程师 从今年3月开始就投入了这个项目 最终经历了无数次的讨论成购 推翻测试 成功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实际表现上看 1加9RT打游戏的平均延时 比同类产品降低了38% 这就意味着我们使用1加9RT打游戏时 更顺滑 体验更优秀 而这也就是我们在1加9RT上 对速度极致追求的表现 速度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追求速度 从突破肉体的极限 到冲破空气的阻力 2 1 再到穿越星际 从首脑并用的古老运算 到塞满屋子的巨型计算机 再到每秒签一次 便能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从指挥发送点号的模式电脑 到能够单线联系的通讯电话 再到今天 一触即打的智能手机 我们的一切进步 都在追求速度 现在 速度 有了新的字 我们为了1加9RT的屏幕游戏体验 专程去拜访了两支职业电机船游战队 认真研究了职业选手的操作习惯 注意到他们对屏幕触碰的响应速度 非常敏感 20到30毫秒左右的提升 就能在开进 压枪 瞄准等操作时 带来特别明显的提升与帮助 而对手机而言 更快的响应速度 就意味着需要更高的屏幕触碰采样率 对于屏幕 1加一直以来都是认真的 在300Hz 480Hz 开始在智能手机上得以普及后 我们选择直接挑战 600Hz超粮名触碰 要在1加9RT上 实现600Hz超粮名触碰 绝非易事 在做了大量的调试工作后 1加9RT上的600Hz超粮名触碰 电池功耗增量只有30毫安 这对于耗电和温度来说 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专业测试对比 一般手机的平均点击延迟是83毫秒 平均滑动延迟是55毫秒 而在1加9RT上 在1加9RT超粮名触碰的环境下 最低点击延迟做到了36毫秒 最低滑动延迟也只有29毫秒 从实际游戏场景表现来看 用一加9RT玩游戏 开镜响应速度更坏 滑动锁定敌人也更加平滑 可以说600Hz超粒名触控 不仅在今年处于领先地位 在未来几年也依然不会落后 这就是我们在一加9RT上 对速度极致追求的表现 这基本上是今年 所有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骁龙888带来强大性能的同时 同样有着很大的功耗 对散热有着更加严苛的要求 在一加9RT的开发之初 我们就将散热 作为最重要的设计考量因素之一 首先为了尽可能减少热量堆叠 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机内部结构 和散热路线 让热量均匀地分散在背板和边框 也加速了热量的散出 其次我们也在散热材料的选取上 做了多重考虑 一加9RT采用五维散热结构 其中VC是目前扫热率最高的散热材料 一加9RT的VC面积 比一加9增加了59% 我们用它完全覆盖手机最主要的热源 铜碳是我们另一个特别重视的材料 兼具散热和看干扰的作用 在空间散热系统的帮助下 一加9RT的散热效率相对比一加9 提升了20% 达到了我们一加手机有史以来的新高度 现在回过头看 我们从最初的888散热孤间小组成立 到大半年的测试验证 我们在散热和轻薄之间 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这也是我们在一加9RT上 对速度极致追求的表现 信号对智能手机至关重要 我们注意到用户在打游戏时 因为双手遮挡手机上的天线区域 而出现延迟增高的情况时 体验是非常糟糕的 因此我们决定设计一套 更领先的天线方案 能够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中 都能有效保证网速和实际用户体验 我们为一加9RT 额外设计了一条电竞天线 与原来的两条WiFi天线 共同组成了电竞三WiFi天线系统 这样就大幅提升了 WiFi网络连接速度和网络的稳定性 但事实这个研发过程非常艰难 第一,商WiFi对我们来说是从零开始的看处 第二,这根天线能否挽足我们 无论怎么握持都不会出现遮挡天线的情况 第三,在实现预期效果的同时 如何平衡内部空间设计 为此我们成立了专项小组 27名来自不同部门的工程师 从今年3月开始就投入了这个项目 最终经历了无数次的讨论成购 推翻测试 成功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实际表现上看 1加9RT打游戏的平均延时 比同类产品降低了38% 这就意味着我们 1加9RT打游戏的平均延时 不过今天要跟大家说个抱歉 因为这两天嗓子有点发言 所以声音有点沙哑 那我们在今天开始产品发布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聊 还记得上次在9系列发布会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希望让1加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从去年开始 在产品线、渠道、生态等多方面 不计成本来投入 所幸我们的努力是有所回报的 那在过去半年 我们的全球出货量快速增长 同比涨幅高达257% 在国内市场 9系列的产品首销 就受到了用户和媒体的广泛好评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销量成绩 首销10秒 全网销售突破3亿 那这个成绩为我们今年上半年 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那在中国区 2021年上半年 我们做到了同比出货量增长 124% 远超今年上半年 国内手机市场6.5%的增速 特别是我们在国内所有的产品 都是3000价位段以上的中高端旗舰 那这个成绩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在美国市场 一家所谓增速第一的手机品牌 2021年上半年 出货量同比增长428% 而在欧洲市场 我们同样实现了增速第一 2021年第二季度 出货量同比增长304% 在印度高端市场 那我们多次登顶 今年也不例外 2021年在第二季度 一家的销量同比增长超过229% 同样也是高端第一 那在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下 我们有信心 2021年一家的全球销量 突破千万级 那这个量级在行业里 可能不是非常大 但对于一个聚焦高端产品的品牌而言 取得这个销量的成绩 还是很不容易的 好了 讲完销量以后 我想跟大家讲讲一家的变化 我相信加油和媒体 对这个变化都很关注 我们都知道 手机行业正发生着全新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抓住新一能的机遇 更大更好地 做好我们的高端产品 强大的平台和资源的支持 无疑将会更好地 支持我们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因此 在一家和OPPO的核心管理团队的 一致建议下 我们决定将两个团队全面融合 在融合消息传出后 可能会有人担心一家 还会不会是以前的一家 我想跟大家说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 一家永远是那个不将就的一家 我们不将就的品牌精神 永远不会变 追求极致体验的产品理念 也不会变 坚持与加油共创 搭建伙伴式社区的初心 也不会改变 而随着一家的 知名度的显著提升 与OPPO丁合一触 带来更高效的资源走合 我们会更积极地 走向大动市场 我相信 一家将会走上一个新的高峰 而今天 我们将会带来全新的 一家9RT 手机信号差 460 460 卡 卡蹲 打游戏的时候 发热 发热 以为是自己太菜了 被队友骂这么菜啊 发现是手机太烂了 播放PPP吗 微信电话 信号发不出 断断续续的情况 回不了客户的一些微信消息 疯狂地开关飞行模式 舒适健康码打不开 会堵到后面的人 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别人 屏幕很差的话 就像我在太阳底下 看手机的时候 感觉自己变成 那个地铁友人玩手机 一样就 这样看不清 关灯之后 我根本就不敢玩 自动亮度关了 自己手动调节 对于拍照点上 非常不能接受就是 拍PPT 拍一个很漂亮的网匣子 拍客戒的话 我放在的时候 永远是看不清的 总是很模糊 感觉比我近视度数还要深 拍出来就是一团光吧 设计不满意的话 看都不想看 就不想去了解了 我的钱包会 不同意我购买这个手机 我觉得现在性能机的话 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去发展 去进步 很多性能机只注重于堆料 之前给我妈买了一台性价比旗舰 然后我妈问 我是不是买到了山寨机 大家好 我是刘浩然 家有的声音 我们都听到了 市面上有非常多的 所谓性能旗舰 它们的价格便宜 性能强悍 但质感 廉价 屏幕呢 也很一般 相机呢 也只是扫个码的水平 它们只保留了 处理器的参数 却牺牲掉了质感 屏幕 相机 和使用体验 这种手机 我们更愿意称它为性能手机 而不是性能旗舰 在一家的产品理念当中 性能旗舰是性能加旗舰 除了旗舰的性能 设计 屏幕 相机 都要满足旗舰的标准 今年一家9 Pro的设计 受到了家有的广泛好评 我们相信一家的用户 是懂设计的 日本著名的建筑大师 安藤忠雄曾经说过 想要设计一款伟大的艺术品 在保持猎奇之心的同时 需要不断地打磨耐力 9RT 因为我们精心打磨的旗舰设计 不断地打磨耐力 就不断地打磨耐力 你 pad瓶试 不断地打磨耐力 对 不断地打磨耐力 9RT沿用了一家9Pro的双主射设计语言 并且我们不惜成本地把9Pro的质感带到9RT上 在9RT上我们使用了金属中框 用不虚钢作为后视镜头的材料 不虚钢细腻的纹理和相机模组明亮的边框 给了一种充满力量去世代发的感觉 不仅如此 在不虚钢的内侧我们增加了光线反射设计 这非常符合我们这款性能旗舰的调性 9RT设计高端充满质感 体现了一家对设计的不断追求 当然我们对色彩也有极致的追求 9Pro上首创的慢反射工艺得到了用户的广泛好评 这次我们升级为第三代慢反射工艺 这是一套全新的色彩融合工艺 它通过18层材料进行纳米级的深度融合 色彩更加经典 质感更加高级 同时 路加研发的左右渐变纹理 让慢反射纹理完美地过渡到机身两侧 形成了高亮镜面的效果 解决了指纹的同时增加了玻璃的反射感 带了更加通透的光泽 这个颜色我们命名为亥克银 眼前的这些样品是我们在探索过程当中的一小部分玻璃样品 为了做到这个效果 仅玻璃成本我们就花费了高达300多万元 接下来是我们第二款配色 暗物质 采用了第二代丝绸玻璃工艺 在前一代的基础上提升了磨砂颗粒的均匀性和性能程度 而且在阳光下可以产生无数的闪光 好似夜空中无数的星星 每一颗闪光都是一颗50微米左右的四棱锥晶体 为了做到这个效果 我们的工程师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独立研发AZ药水 生产过程当中 颜控温度 经过了十几个流程 最终打磨出这个效果 你所能看到的每一篇样品 都是经过17天以上精雕细琢 非常精致 两款配色 都有我们出众的色彩和质感 虽然过程非常艰难 但我们觉得非常值得 相信大家拿到产品以后 会体会到一家设计的品质感和高级感 回顾一家过去八年的产品 手感一直是我们设计上的重点和传承 一家手感早已成为一种标识 9RT拥有8.295毫米的机身厚度 198.5克机身重量 放在5G产品当中也算上轻薄 我们通过第二代丝绸玻璃工艺 带来了更加细腻光滑的手感 为了提升手机与手掌的贴合性 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机的边框弧线 9RT经过了多达150多次的模型调整 留下了最终30个手板进行测试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黄金盾角 它可以完美地贴合大部分用户的手掌 手感非常舒适 除了弧度 我们发现很多手机因为摄像头过大 导致了头重脚轻的问题 非常容易脱落 操作也非常不方便 在这些方面我们更加的关注 我们为9RT带来了重量平衡设计 它通过手机元器件均匀的分布 让手机上下的重量做到了几乎1比1 从而解决掉了头重脚轻的问题 总结一下 9RT沿用了9Pro的设计理念 后盖使用了第三代慢反射工艺 独家研发的左右界面纹理 和第二代丝绸玻璃工艺 带来了更加出众的色彩 把质感和手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丝绸手感 黄金钝角 重量平衡设计 毋庸置疑 这是手感最好的性能旗舰 正是我们对设计不断地探索 采用一家无论做任何产品 便有旗舰的设计和质感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屏幕的部分 在过去几年 一家引领了手机行业屏幕的发展方向 这一次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块 清晰流畅舒适的好屏幕 我们找三星定制了一块 6.62英寸的E4 OLED直屏 它的屏幕非常出色 并且拥有非常好的参数 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 我们带来了次像素渲染技术 它通过精确地控制 每个像素的红、绿、蓝、紫像素 来实现更清晰的效果 在它的价值下 9RT的图标文字清晰度 提升了100% 这能更大的提升阅读体验 当然我们也知道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观看短视频 但目前短视频的观看体验 却不是很好 国内短视频平台如抖音 超过50%的视频 极有540P分辨率 我们希望在9RT上 对此进行改善 9RT带来了视频超清增强技术 它通过智能的分析 视频的每一帧画面 进行像素级的插帧 然后把720P及以下视频 视频分辨率整整提升一倍 也就是说720P的视频 可以提升至1440P 目前视频超清增强 已经支持抖音 B站 微博 腾讯视频等等 除了清晰度 我们还发现 越来越多更加专业的游戏玩家 开始使用一家手机 他们对手机屏幕 要求更加苛刻 专业玩家能够捕捉到 屏幕任何的延迟漏洞 既然是性能旗舰 我们希望用户 用9RT打游戏的时候 能够拥有一个 标关级的屏幕体验 为了满足他们 我们为9RT带来了 600Hz超灵敏触控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 滑动非常流畅 这项技术将9RT硬件 300Hz采样率 提升到600Hz 这还是未优化的数据 600Hz可以让 屏幕的滑动 延迟降低至最低 29毫秒 点击延迟降低到 最低36毫秒 当然这么好的效果 也离不开 我们一直以来的 底层优化 我们希望 我们的优化 能够大幅度消除 屏幕触控延迟 让用户有一个 非常美妙的使用体验 我也相信 在未来几年 600Hz都不会落后 最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痛点 就是突然 关上灯光以后 手机的亮度调节效果 非常的差 即便周围都黑了 但手机的亮度 还在缓慢下降 直到最后 都没有办法 调节到 不刺眼的亮度 这是一项 非常糟糕的使用体验 我们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9RT上 配备了前后两颗 光线传感器 原来准确地 识别环境光 接下来 我们还需要 给9RT 配备一个 舒适的算法 它就是自然的 万级调光算法 它针对人眼 能够接受的 最舒适的亮度变化 进行了一个算法的模拟 让9RT的亮度调节 和自然光 几乎一样 这样一来 无论是突然关灯 还是早晨 醒来点亮屏幕 或者是在灯光下玩手机 亮度调节 都能做到极致的准确 而且光看非常舒适 自然 即使长时间 光看屏幕 眼镜也不会酸 不会累 总结一下 9RT搭载了 6.62英寸 三星定制的 E4 OLED直屏 在我们不断的优化下 无论是阅读文字 打游戏 观看视频 都有一个出色的用户体验 相信大家拿到之后 就会发现 这依旧是最好的直屏 自一家诞生以来 媒体和用户 对一家的性能 都赞不绝口 一家手机 从第一代开始 没有游戏手机 夸张的外观 却有着强悍的性能 极简的操控系统下 也拥有流畅 轻快的动画 一家手机 就像跑车里 逼利一般 优雅而强悍 性能 如跑车般轻快 是一家 一直以来 速度的基因 这次我们希望向汽车公司 打造超跑一般 来打造我们的9RT 超跑都有一个强劲的发动机 高效的散热系统 一体感超强的四驱系统 操控感极强的方向盘 而且通过一套强大的 车机动力系统 将性能完全驱动起来 打造9RT的性能 我们也采用了类似的思路 我们使用了骁龙888旗舰处理器 作为9RT强大的发动机 并且加入最大12GB LPDDR5的大内存 和256G的UFS3.1的高速散存 为了保证这套性能 强大的发动机不会过热 9RT搭载了我们全新设计的 空间散热系统 它有一块 比一家9面积提升了 59%的超大VC 和一块厚度提升了 56%的石墨板 以及11根铜碳组成 通过专业设计的散热路线 覆盖了所有热源 对9RT内部进行了一个 立体全面的散热 在它的价值下 9RT散热的效率比 一加9提升了20% 接下来是更加一体的四驱系统 我们为9RT额外设计了一条电竞天线 与原有的两条WiFi天线 组成了电竞三WiFi天线系统 它可以大幅度提升WiFi的连接速度 和稳定性 无论是横握打游戏追据 还是竖握聊温戏刷抖音 9RT都不会出现掉线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做了更灵敏的方向盘 让9RT拥有更好的操控感 就是我们刚刚聊过的屏幕部分 600Hz超灵敏出控 此外 性能超跑9RT还拥有更大的电池 更快的充电 9RT配备了4500mAh大电池 以及65T超级闪充 它拥有比65W更快的充电效率 和更少的发热 而且内置了硬件级安全防护 9RT从1%充到65%只需要15分钟 29分钟充电100% 比很多宣称67W的手机更快 此外 9RT支持最高33W PPS充电协议 让用户在使用其他充电头的时候 也有一个快速充电的体验 发动机 散热 四驱系统 防线盘都有了 最后就是动力系统 9RT搭载了ColorOS12性能内核 它有非常多的黑科技 这些专业名词非常难以解释 我们就简单说几项 GPA无级稳帧技术 它可以智能地调节游戏的帧率 和游戏的稳定性 UI First 可以用来降低UI动画的丢帧 Io预加载技术 能够大幅提升APP能启动速度 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让我们直接看看结果 在这套性能内核下 9RT相比前一代游戏稳定性提升10% APP动画流畅度提升10% 滑动流畅度提升17% APP能启动速度最大提升13% 在这套强大的软件加持下 我们的9RT可以做到 36个月不卡顿 并且我们也获得了 泰尔实验室的认证 不只是9RT 一加手机的流畅度 也始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前阵子我们在线下 做了一个换电池的活动 惊讶地看到 很多使用1加5的用户说 这台4年前的旗舰机 放到今天 依然性能没有问题 打算换个电池再占两年 为了更直观地表达9RT的性能 这个画面相信不用再多介绍了 原神 这两年来一直被大家称作手机性能的测试指标 不如我们也来凑个热闹 挑战一下 看看我们可以做到哪一步 9RT在室温下运行一小时的原神 平均帧率比有伤高了不少 同时 手机的温度控制 帧率的稳定性 在诸多安卓机型当中 也是名列前茅 发布会前 我们还邀请了原神的中式玩家 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测试 下面请大家看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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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过去的半年里 我们和原神的团队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联合调教 我们已经通过GPA技术 智能的分配 调度游戏所需要的所有资源 达到了帧率的稳定 又能控制游戏的功耗和发热 使得9RT在用户所关注的帧率 闷控等方面 超过了其他友商 但这还不够 今天我很开心地正式宣布 一家手机正式与原神 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基于双方的战略合作 一家还将发起游戏优化计划 内部代号炼金 炼金的寓意包含对未知的探索 而这种探索 也是一家一直以来坚持的 而同时炼金也是一个很苦的技术活 也代表一家想做好游戏 优化技术的决心 看过10月3日 原神2.2版本前瞻的旅行者们 都听说了一家和原神定制礼盒吧 没错 除了技术优化以外 我们还为旅行者们准备了精心的礼物 敬请期待 总结一下 9RT为了做到极致超跑的性能 我们搭载了顶级的硬件配置 和独家的软件调教 也有更强大的性能 更快的充电 更好的散热 相信9RT的性能一定会令你满意 因为性能与速度 是一家基因里永无止境的追求 讲完这些 对于一些性能手机 发布会就算结束了 性能就是它们的全部 为了考虑成本 相机往往是被牺牲的部分 要么就是一个凑数的摄像头 要么就是有参数 但没有调教 一家要给用户一个扎扎实实的 完整的旗舰的相机体验 我们选取了影像机皇 一家9Pro的旗舰传感器 IMX766 9RT主摄搭载了IMX766 同时加入了OIS光学防抖 为其带来了出众的影像基础 同时 还有一颗16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赤角达到123度 一颗4厘米的微距镜头 以及一颗1600万像素的前置镜头 那么9RT实际的拍照表现如何呢 我们选取了苹果 iPhone 12 Pro Max 和华为的P50 Pro 作为9RT的参照对比 首先是用户最常用到的 白天拍摄场景 虽然风格略有不同 但三台手机拍摄的建筑都非常清晰 色彩丰富 准确 成像效果好看 动态范围呢 也非常出色 整体画面亮度通透 让我们放大来看一下 逆光场景下 三台手机的暗部细节也依然丰富 白天正前来看 9RT不属有商 大家极为关注的夜景拍照呢 三台手机 明亮清晰 整体都比较通透 还原了夜景的氛围 高亮的部分也没有过曝 还原出了灯光的细节 放大来看 9RT拍摄的暗部建筑细节清晰 噪点控制很好 同样保持了超高的水准 和有商相比 平分秋色 整体看下来 三台手机做到了互有上下 各有各的优势 可能弹幕上 现在有很多人已经表达质疑了 我也相信 在某些场景下 有商的相机比我们更加出色 但就结果而言 9RT和售价7000多块的影像标杆相比 能做到这个效果 已经非常出色了 那么为什么9RT的夜拍这么出色 因为9RT不仅有IMX766和OIS光学防抖 这套紧急的硬件加持 还搭载了我们全新研发的夜影夜景算法 这是一套非常强大的夜景拍照算法 它能够将IMX766的大底 在夜景上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 我们还想在解析力上 和其他旗舰机摆一摆手腕 我们选取了超高解析力 一亿像素的手机 直接看一下样张 三台手机看上去差别不大 来放大看一下细节 狮子的毛发都清晰可见 为什么仅有5000万像素的9RT 却能拍出有伤一亿像素才能捕捉到超高细节呢 这是因为9RT采用了全新的一亿超像素算法 它可以让画面的像素整整提升一倍 再来一亿像素高质量照片 这样看下来 虽然使用了IMX766的手机很多 但9RT或许是市面上唯一一台 彻底榨干IMX766的手机 让我们再多看一些9RT的拍照样片 拍得真的非常不错 色彩非常准确 细节也得到了充分的保留 照片宽缘度也非常高 总结一下 9RT拥有旗舰级的相机体验 IMX766的主摄 加OIS光级防抖 并且我们针对用户最常用的白天拍摄 夜景拍摄和超清拍摄 做了旗舰级的优化 一加9RT或许是拍照最好的性能旗舰 除了拍照的光圈 快门 构图 这些技术参数 一加也非常重视影像的内容 记忆情绪和无法复制的故事 我们上半年推出了一加看见影像计划 我们收到了2万多份来自全球的手机摄影作品 每一张照片背后 都是加油对人为情怀的追求 同时我们还通过社区的形色活动 让产品经理和用户面对面的交流 听取他们对手机摄影的需求和建议 我们发起形色活动的初衷 是希望建立一个共创平台 与加油一起去发现手机摄影的乐趣 在体验中共同打造更好的一加影像系统 并影响更多人对一加影像的关注 大家好 我是一加男帅 行色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影像团队 跟用户直接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我们可以在用户真实的拍照场景中 去发现真实的问题 和用户一起对着照片交流想法 哪里拍得还不够好 哪里还需要怎样的功能来帮助拍摄 这样的沟通过程非常的高效和直接 我是一加的影像产品经理 Jimmy 当看到大佬们在拍照的时候 他们总是能给我一个比较意外的惊喜 他们那个角度确实是我看不到的 构图也是我想象不到的 随着后来跟大佬一起创作 然后一起交流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不单单是一次美妙的旅拍 它更像一次取经之路 一次向摄影大佬学习交流成长的过程 让我有机会和众多大佬们 交流手机摄影这门艺术 去探索更多手机摄影的可能性 一加社区行色活动的成员 是一个很奇妙的组合 他们似乎是一个一加影像的旅游团 我觉得还挺酷的 大家一起走沙漠 过草原 拍星空 拍月亮 一加影像将大家凝聚在一起 用这段因热爱启航的旅程 去记录这个世界的故事 在这中间感受到了加油对产品 对一加 对生活的热爱 这些热爱简单 纯粹 让每一段旅程都充满了欢乐和发现 也让我们受益匪浅 行色活动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渠道 跟用户共创 让我们一起将一加的相机做得更好 讲到这里 9RT的产品内容就差不多结束了 简单总结一下 性能旗舰 9RT拥有一家一直以来坚持的好设计 一块素质极高的偶来的直屏 深度调教的超跑性能 旗舰级的相机体验 如果非得要我给9RT下一个定义的话 我认为9RT是一款性能拉满 全面加料的性能加料旗舰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 好, ready to go? let's go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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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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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点别的事情呢 那么ColorOS12上的听剧模式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在坐公交的时候 在运动的时候 就可以把你喜欢的视频放在后台 让它为你输送声音 你可以接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手机锁屏也完全没有问题 ColorOS12还可以帮你解决 各种生活中的碎片化的时间的利用问题 比如说我经常会看一些公众号的长文章 当下也许没有时间把它全部看完 我可以把文章收藏到收藏家里边 等到我开车的时候 我在路上的时候 我可以使用ColorOS12里面的朗读功能 帮我把手机里边的没看完的部分 给我自动地朗读出来 刚刚我们提了一些 我不想看只想听的场景 与之相对应的呢 还有一些我不想听只想看的场景 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多参加远程会议 或者线上学习的时候呀 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下 或者收尾的声音太嘈杂 听不清里边说话的内容 那你就可以打开ColorOS12上面的智能字幕功能 把刚才的对白转换成文字 通过看的方式去了解内容 同样语音转文字也加入到了我们的录音机当中 刚刚录下来的会议内容呢 也可以很快地转换成文字 你挑重点地看 极大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ColorOS12还搭载了手机PC互联功能 你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将手机和PC连接起来 在两者之间同步剪贴板和通知 你也可以在PC上访问手机里的数据 你也可以通过拖载的方式在两个设备之间互相传输文件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你电脑上的键盘和鼠标 隔空操纵你的手机app 好聊完了PC互联 我们再聊一聊安全和隐私 有一些应用啊 装到你的手机上以后呢 会有一些不太本分的行为 比如说当你打开它的时候 它会把你手机里安装的应用列表给读一遍 希望分析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户画像 你喜欢体育还是喜欢财经 喜欢打游戏而喜欢养生 你可能对这种行为会比较反感 那么ColorOS 12可以帮助你拦截它 去访问你的应用列表 这个应用装到你手机上一看 哇 这个人太洁白 太纯粹了 那同样呢 还有些应用啊 会在后台偷偷地去读取你的剪贴板 去访问你的一些隐私权限 比如说相机 录音 定位等等 在ColorOS 12上 同样也对这些敏感行为 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提示 以及拦截功能 说一千到一万 安卓手机上的应用过度索取前线行为 已经慢慢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在这里呢 我们也呼吁广大应用开发者 尽量本着最小化的原则 去获取用户的信息 因为要知道你们对用户的隐私越尊重 用户才会对你们越开放 你们什么都想得到 那可能结果是什么都得不到 好的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ColorOS 12为大家带来了 一千多项更新和新功能 一加9RT出厂搭载ColorOS 12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用户 前一段时间我们开了一个线下的加油见面会 在这个会上我发现一加的加油们有一些独有的特质 比如说他们会很关心CMF上的设计的缺陷 比如很关心内部的散热材料 以及未来影像发展的方向有哪些建议等等 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我们人生中遇到的严师异友一样 不苟言笑不给你打哈哈 就是在敦促你把产品打磨到极致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只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严师异友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 我们才能真正给这个世界做出点颜色看看 好的 软件部分介绍到这里就全部结束 感谢各位 眼下我正忙于一些令人兴奋的功能的规划当中 希望您继续关注并且保持期待 豪然舞台交给你了 谢谢海州 今天除了一加9RT 我们还有一款可能是500元以内降到最强的TWS耳机 它就是一加84C2 一加84C2延续了一加84C 经典的外观设计 与此同时 相同的设计却暗藏玄机 84C2加入了业界顶级的40dB主动降噪 降噪能力位居行业第一梯队 你一戴上去 四周都全部安静了 此外 C2拥有三脉AI通话降噪 它可以有效地减少通话噪音 上网课 开电话会议 各种环境下都非常清晰 音质上 84C2拥有11毫米的动圈单元 它与搭载了Color OS12手机机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开启杜比全景声 无论是听歌还是看电影 都非常舒适耐听 当然 它还有长达38小时的超长续航 除此之外 一加84C2还拥有蓝牙5.2 IP55 防水防汗等诸多新功能 5.3 5.5 5.4 7.4 5.4 5.4 dan 5.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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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当天的首发架是 接下来是手机92T 那在92T上我们有三个版本 8加128 8加256 和12加256三个版本 它们的价格是 并且92T在首销当天 还有专属的首发架 这两款新品将会在今晚开启预售 10月19号正式开售 首批购买92T的加油 还能享受到更多的购机福利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彩蛋 一加92T清空结界新配色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 一加从8系列开始 做绿色的手机 8系列的清空 8T的清域 9Pro的绿洲 92的清域 都广受好评 一加也被网友戏称为 最会做绿色的手机公司 希望这次的清空结界 大家也会喜欢 大家也可以进入微信 搜一搜一加 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 参与抽奖活动 赢取92T和Buds J2等好礼 就像在开场说过的 一加是一个和用户 共同成长的品牌 8年来我们走过的每一步 做了每一款产品 背后都有社区家有的陪伴 我们非常感激每一位用户 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那一加的成长 离不开全球家有们的 共情共创和共享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 怎么样让我们的用户 被更多的人看见 加油的计划就是一个探索 我们邀请全球的用户 参与从选品研发到制作的全过程 确保每个环节都有用户的声音和听见 那屏幕上大家看到的这些周边产品 都是由全球超过3000名用户 共同的成果 希望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加油 参与到加油力的计划当中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发布会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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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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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穿越星际 从首脑并用的古老运算 到塞满屋子的巨型计算机 再到每秒签密词 便能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从指挥发送点号的模式电脑 到能够单线联系的通讯电话 再到今天 一触即打的智能手机 我们的一切进步都在追求速度